第六式 让我们五根能启用 五根还同时启用 你眼睛跟耳头跟鼻子跟呼吸肠胃的 这个五根同时启用 是同时启用的 这个第六式 这个第六式哪里来的 就是这个心呢 这个心在哪里 你摸的这个心 心跳的这心不是它 会想的这个心也不是它 到现在 所有的人都在那密心 密心了不可得 找不到它 这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东西 不是心跳的心 不是脑子会想的那个心 心在哪里 当我们死了 心还在 脑子也还在 但是我们死了 所以这样的话 让很多的人 说我们赶紧修行一下吧 知道这个心在哪里 为什么使我们能够生 而我们生呢 生的以前找不到我 死了以后找不到我 于是大家好好修行吧 修行先须发心 你发了心以后 你要修行 这不得了 你修行的时候 你要广济资粮啊 行啊 行为啊 你走一条路 你要带着粮食吧 你要带着点货币资产吧 修行也是同样的 所以修行先须发心 你还要广济资粮 这个资粮呢 就是修福报 修智慧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是精神的 修福慧呢 修福我们没有种田 我们没有织布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但是这些东西都归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福报 积攒出来 积攒下来 而且能够环抱 给这个人间 给这个社会 你不修福的话 等于你 不积德 得者得也 你怎么得来的 于是人呢 就讲叫 这个 这辈子谁有福报 是下前一辈子修来的 你这一辈子不好好的修啊 不好好的环抱啊 下一辈子 厉害的 你博学太多的话 你变牛变马 供人家的驱使 然后被人家杀了 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喝你的血 所以呢 中国人讲到六道轮回 假设你真是非常的高超的话 你对于人间这个欲念少了 你升到天上了 天上不是不轮回啊 当你这个天报完了以后 你还轮回 于是佛家说 你能够从出地发心 修菩提 菩提者是最高的智慧 大觉的 把他修行了以后 这样的话 你到了远行地 然后到了不还地 你最后把十地都走完了 你不再轮回了 这个在我 我是感觉到 不轮回的是什么样啊 不轮回的 那个我在哪里 假设说不轮回了 没了我 这个很可怕呀 连我都没有了 我在这修行啊 在这一想 因为有个我存在 假设到了 修到没有我的话 这个境界 我不能接受 我还愿意轮回 那么变一辈子狗了 变一辈子牛羊了 至少我还有一辈子 还能变成人呢 假设说 我就进入涅槃 涅槃什么 尼尔巴拿 不生不灭了 你们愿意进入吗 不进入涅槃是谁呀 因为你不进入涅槃 我法二直全都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法也没有了 对象也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大家愿意吗 当然烦恼也没有 因为连我都没有了嘛 情欲没有了 情欲没有了 连我 这个发生情欲的 喜怒哀乐的 这个我都没有了 所以说 二直都没有了 法直没有了 不必修行了 最根本的 我直没有了 连我都没有了 这就没有了 真正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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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直 二直都没有 没有这个二直是谁呀 没有二职的人 没有我职也没有法职了 这个是谁呀 所以去除我呀 好难好难啊 你愿意不愿意去除 没有人愿意去除我 所以人永远在轮回 我在轮回 所以修行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路很长啊 走一个长路 我们得要有资粮 资粮呢 有物质的资粮 还有智慧的资粮 你知道你往哪儿走 才能达到彼岸了 彼岸在哪里 不生不死的彼岸 就是刚才我问诸位 你到了不生不死的彼岸 是到了涅槃的彼岸 再也不生再也不死 谁不生不死啊 没有我了 所以人在那儿修行 修行了半天 为着我在修行啊 这个我永远存在 我达到涅槃的彼岸 达到了彼岸 连我都没有了 你修行吗 你真要达到这个吗 我们就是要修行 我们出家 我们不被尘世环绕 还有一个我存在啊 所以去我之 太难太难了 天底下 有多少人 敢说 敢想 我没有了 我想 没有一个人 要修到 没有我 大家不敢修了 所以 佛家还给你这么多地 你就是成了菩萨以后 一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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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经过十地 到了十地以后 你才能够达到等地 快跟佛相等了 然后最后 你成正等觉 正等觉以后怎么样 你还有一个正等觉呀 你还有个佛可成啊 成佛的那个人是谁呀 我呀 始终没有离开我 我们只是把自己呢 从最 普通的 最普通的欲念 饮食男女 慢慢的 不把它看重 不是整天想着就是饮食男女 我们想上一点 行而上的东西 这就叫修行 因为呢 饮食男女 都跟你物质的取得 情感的取得都有关系 饮食是物质的 男女是情感的 这两关 人能够不能够度过 能够不能够不要 能够不能够完全断绝 所以 假设修行是把这两样去掉的话 很难很难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